這個月30號民眾行駛在高雄市鳥松區松毅路上 沿途路面好平整 但就在一個禮拜前可不是這麼回事 同樣的路段在上個月22號民眾行車記錄器 拍下沿途路面坑坑巴巴布滿裂痕 更隨屬可見補丁色差以及掉漆的標線 對比鋪完後像被熨斗燙過般平整 掉漆的指示標線也重新畫上補色 整條馬路患然一新前後真的差很大 市政府沒有辦法給高雄市民配合一條平坦的路 人民不會給政治人物一條活路 高雄市長韓國瑜重視路平重要性 現在更說到做到不只淡黃區連蛋白區也受賄 市民好友感紛紛拍影片上傳 就是因為過去33年大聊的這條內坑路 總是婆婆爛爛入境完整滑順 更讓附近居民大戰士F1跑道等級看到都流眼淚 不過韓市長推路平如此高效率 背後工程就是它 這台熱再生修補車利用燃燒瓦斯 以輻射熱的方式像燙運動般滾壓 讓道路平整沒有高低差 而且過程低噪音只需戰風一個車道 30分鐘就能搞定 對於整個路平計劃 還有拆路橋的計劃都是照表超特 韓國瑜上任才4個多月 路平整機朝有感 卻也讓不少市民感嘆前朝的市府團隊 究竟在幹嘛 接著高雄綜合報導